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出埃及记 第四章十到十七节 昨天我们谈到 上帝告诉摩西 在三章十八节说 他们必听你的话 可是摩西却回答说 他们必不信我 也不听我的话 意思其实是说 上帝是你搞错了 他们不会听我的 其实我们常常也会跟上帝这样讲 我们会觉得上帝你不了解状况 你不知道我遇到的困难有多大 这件事情不容易 不会成就的等等 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太有限了 我们的上帝不够大 那么上帝还是很有耐心的 回应摩西 所以给了他三个神迹 把杖丢在地上变作蛇 再拿回来变作杖 把手放在怀里 伸出来变长了大麻风 再放回怀里 伸出来就复原了 第三个是把河水 倒在汉地上 要变作血 这三个神迹 是上帝给摩西的一个保证 他要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行这三个神迹 所以是可以重复的 让百姓可以相信他 上帝给了他一个这么大的确据 给了他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权柄 我们今天接着来看 那摩西怎么回应呢 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 主啊我数日是不能言的人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也是这样 我本是着口笨舌的 结果摩西 还是 胆怯 还是怀疑 他说 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 意思是说 我没有口才 其实那个意思是说 上帝啊 我没那么那个口才啦 其实他心里面还是在抗拒 这个呼召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就是你跟我说话之后 也是这样 我本是着口笨舌的 所以摩西还是在告诉上帝说 上帝还是你搞错了 你找错人啊 我没有口才啊 我不会讲话呀 十一节 耶和华对他说 谁造人的口呢 谁使人口牙耳聋 慕名眼瞎呢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其实摩西在讲自己口才不好 某个意义也等于是在跟上帝说话 因为我们是上帝造的嘛 摩西是上帝造的 所以等于也是 好像间接在跟上帝抗议说 你没有给我口才啊 我口才不好啊 所以上帝提醒他说 是谁造人的口呢 谁使人口牙耳聋 慕名眼瞎呢 摩西的意思是说上帝你找错人了我不会说话 那么上帝的意思说那你有没有搞清楚是谁造你的口是谁给你口才 所以摩西在讲自己好像就是在讲上帝 见接好像就是在骂上帝 那所以十二节现在去吧 意思是说你不要再有理由了不要再找借口 我必赐你口才 我必赐你口才 原来的意思是我要与你的口同在 在前面一开始 三章十一节上帝打发摩西去的时候 摩西就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 不是你有没有能力重点不是谁 重点是谁拆遣你去 那在这里也是一样 摩西说我不会讲话我口才不好啊 我没有办法了 那么上帝也是告诉他说你是我的器皿 我打发你去我要赐你口才 我要与你的口同去 所以重点不是你口才好不好 重点还是在于我与你同去 只叫你当说的话 十三节摩西说 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 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 就是这个模糊啊 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 不过我们谁都看得出来 他的意思是说 你想打发谁去都可以 就是不要打发我 他称呼上帝为主 他却不想顺服主 很矛盾对不对 其实我们也常常会这样 我们可以跟上帝说 主啊求你带领我前面的道路 可是呢上帝的道路 如果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又不想走 很奇怪 我们又寻求神 希望神告诉我们 可是当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的时候 我们又说我们不要 好像我们比较聪明 好像觉得我们比较厉害 好像上帝看不明白 上帝不知道状况一样 十四节 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 不是有你的哥哥 立位人亚伦吗 我知道他是能言的 现在他出来迎接你 他一见你 心里就欢喜 上帝不打算继续跟摩西说了 所以在这里 他等于是 让这个话题结束了 就这个十四节 耶和华就向摩西发怒了 其实已经有好几轮的对话 摩西一次 两次 三次的 这个有各样的理由 各样的逃避 他不愿意去 所以最后 上帝还是怜悯了摩西 不是有你的哥哥 立位人亚伦吗 我知道他是能言的 上帝知道 每一个人的恩赐才干 因为那个是神所赐的 上帝造摩西 也造亚伦 他知道亚伦是能言的 能说话的 现在他出来迎接你 我们不晓得为什么 这个亚伦他会知道 摩西要回去 所以亚伦要出来迎接他 他一见你 心里就欢喜 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 我想这里面有神的工作 就是你所听到的 要告诉亚伦 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 就是一样 原来的意思是 要与摩西跟亚伦的口同在 又要指教你们 所当行的事 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 你要以他当作口 他要以你当作神 亚伦就变成一个传话的人 好像代替摩西 对百姓说话 对法老说话一样 不过我们发现 亚伦的这个角色 没有太多次 就是后来都是摩西自己 去跟法老讲 都是摩西自己带领百姓 很可能就是说 在摩西侍奉的初期神 让亚伦跟着他一起 让摩西慢慢慢慢 真的知道神与他同在 事实上摩西的口才很好 我们看生命记 看他所跟法老的对话 他大有口才 大有能力 这里有一个会需要解释 你要以他当作口 他要以你当作神 这段话我们要从七章一节来理解 七章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 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 所以这个 他要以你当作神 就是在法老面前代表神的意思 那这个 你要以他当作口 就是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 不是说亚伦要拜摩西是神 不是这样的意思 十七节 你手里要拿这杖 好行神迹 我们已经稍微解释过这个杖 这个杖是摩西到旷野之后 他整天拿着的 因为这个等于是他 这四十年他生命的经历 他的才干 他的牧羊 他所需要的一切 那这个一切呢 现在被交在神的手中 这个杖在四章二十节 变成神的杖 摩西一生的经历 他的成功跟失败 他在埃及所受的这个训练 和装备 他在旷野 神操练他的那个耐心 在旷野的生活 以这个杖来代表 过去他抓在自己手中 是他的杖 用自己的方法 要拯救以色列人 用自己的方法在牧羊 今天呢 他变成神的杖 被神来使用 特别 你手里要拿这杖 好行神机 因为他变成神的杖 象征了神的统载 象征了神的拆牌 也带着 好像这个杖 就带着神的权柄跟能力 在将来 过红海的时候 上帝给他的吩咐就是 请他举起这个杖 上帝使用摩西 他一生的经历 那 今天的进度是到这里 我们再回来看这一整段 其实这一段经文 对我自己个人 有很大的提醒和帮助 摩西对上帝说 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 那么耶和华对他说 谁造人的口 谁使人口牙 耳聋 慕名 眼瞎呢 岂不是我 耶和华吗 现在去吧 我必赐你口才 只叫你所当说的话 这让我们看见什么呢 看见 神呼召一个人 神差派一个人 神托付一个人使命 上帝必定有他的同在 上帝必定赐下他的恩赐 赐下他的才干 如果我们 要回应神的呼召 我们向上帝祈求 我们就可以支取 从神来的一切的恩典 应许恩赐才干跟能力 我很早就全职事奉 在我生命的过程里面 其实不单单服侍 在比如说我们的婚姻 结婚之后才发现 其实真的不容易 两个人相处 有很多的困难 有很多的不容易 生了孩子 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 那也都是很大的挑战 上帝托付我们 呼召我们进入婚姻 上帝也呼召我们 做父亲 做母亲 其实都是很大的考验 很大的挑战 我们常常觉得 好难好难 但是这段经文 一直给我提醒 上帝如果把孩子 托付给我们 就表示 上帝认为我们是 最适合这个孩子的父母 他既然呼召我做父亲 他把孩子赐在这个家 赐给我 那么他一定要给我恩赐 他一定要给我智慧 他一定要给我能力 去牧养 去建造 去帮助这个孩子 认识神 经历神 去把这个孩子养大 成为一个有品格 可以被神使用的人 所以我 这段经文给我的帮助是 不管是在婚姻里边 在教养孩子里边 在我的侍奉 或者在弟兄姐妹的工作里边 上帝把我们 摆在那个位置 也许我们现在正面对一些困难 一些挑战 一些关系中的张力 一些工作的瓶颈 我们要记得这段经文 是神把我们摆在那里 上帝呼召我们 再进到这群人里面去 上帝呼召我们 进到这段关系里面去 上帝呼召我们 在这个位置 在那个位置 他一定 预备了各样的恩赐 才干能力要赐给我们 我们尽管 勇敢的跟神求 求智慧 求能力 求权柄 求神的这个同在 因为神愿意 与我们同在 他托付 他拆派 他一定有他的同在 我想 我不晓得 各位弟兄姐妹 现在的处境和光景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求神 让我们就在今天 跟他支取一切的智慧 恩典能力 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 每一个护照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是的 你造人的口 你造人的眼 主啊 是的 你是赐恩典 赐恩赐的神 我们生命里面 也许正在面对 各样的瓶颈 各样的困难 各样关系中的张力 各样的缺乏 主啊 主啊 你既然把我们 放在这个位置 你既然对我们 有这样的托付 在我们的家庭 在职场 在教会的建造上 你呼召我们去到那里 你就必定赐下一切的恩典 恩赐和能力给我们 主啊 过去我们用自己的 血气和方法 要解决问题 如今我们看明了 你是一切恩典的主 求你帮助我们今天 开始向你求智慧 开始向你求能力 开始向你求恩典 你必定与我们同在 你必定赐我们 够用的恩典 恩赐和能力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你必定赐